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溢夏之难忘的你》 第49-50集,女追男,隔层杀 今夏大清早就被哥哥叫起 他半睁着眼睛,软绵绵地抱怨道 这么早叫我,是有什么事? 你快收拾一下,刚才老言给我电话 说他开车送你回学校 元朗今天要去见一位客户 已经穿戴整齐,站在厨房里准备着早餐 我已经买高铁票了 他怎么过来送我? 今夏诧异道 他说正好去那边办点事 就顺路捎带上你 今夏一坐上老言的车 就隐隐感到几分不对劲 他朝他尴尬一笑 老言,谢谢你顺带我 你若是开累了,可以交给我来看 不客气,受人之托嘛 准确来说 他是看在那几瓶珍藏好酒的面子上 今夏,是我哥哥让你带我的吗? 当然不是了 是陆毅 他今天家里还有客人 正月里,他家几乎每天都有人过来拜年 老言替他解释 他是不是没和你说这些 他,没说 他这人就是这样 一张嘴白掌了 这个女生也默默唧唧 到头来,还得我替他出马 老言无奈道 想当年我追我老婆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我们就去领证了 今夏这一路 就听他和老婆的恋爱史 从恋爱到结婚 再到生孩子 最后他总结了一句 老言 你们还真是天作之和 不用羡慕我 你也可以的 老言鼓励道 你眼前就有一位好男人 别放弃 你是说陆毅吗? 和你说句实话 我和他应该不大可能了 他把我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 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了 那你可以换一个方式联系他呀 等会到学校 我替你给他打电话 老言的话 让今夏吓了一大跳 替我给他打电话 没这个必要 我没什么话要和他说的 今夏急忙说道 心一下子慌了起来 脸也涨得通红 那我就问你一句 他对你这些年的付出 你真的一点也不感动 老言直接不掩饰 虽然他没有和我说过 你们之间的事情 但是我看得一清二楚 我 惊吓犹豫了 他怎么可能不感动 我知道 他对我很好 那不就得了 他对你好 就是因为他喜欢你 他也对你 也算情深了 出钱出力 不在话下 这些我都记在心里 以后有机会 我会报答他的 报答什么呀 男人对喜欢的女人好 应该的 老言笑了笑 那你实话和我说 你喜欢他吗 今夏沉默了 老言又继续问道 你想他在一起吗 就算我想 也没用了 他现在身边 已经有了别人 今夏惆怅地说道 那又怎样 只要没结婚 你都有机会 今夏不敢置信地 看着老言 这 你追男 隔层杀 只要你对他主动 相信我 他很快就会对你投降的 我没这里勇气 今夏表面 看起来很开朗 其实他对感情 十分木讷保守 也不会追人 谁天生会追人啊 老言问道 你该给自己一个机会 若是他真的和那个 清明结婚了 你会后悔的 到时候 我也帮不了你了 今夏再次沉默 其实老言的话 说得很有道理 他心开始被说服 这段时间 他每天都活得十分矛盾 想主动 又没有那个勇气 稍微鼓足一些勇气 又很快 被一些小细节击倒 开到了今夏学校 老言帮他搬行李 不愧是国际学校 设施环境一流 这里的教育氛围很好 当初我能进这个学校 还要谢谢你的帮忙 我是出了一点力 但大部分的关系 还是路易找的 他是有头脑的 我真的佩服他 求了多少人 才帮你求到面试的机会 老言神秘道 你肯定不知道对吗 你哥哥也没有告诉你 今夏震惊了 我哥哥说是你帮忙的 我哪有这个能耐 是路易先求他爸爸 通过他爸爸 找到你们学校的校长 求到了他手里的内推名额 不过你也有能力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 就算他求再多的人 也是进不来的 可是他没告诉我 告诉你 也许你就直接放弃这个机会了 你哥老说 欠他太多 不知该如何还 其实他帮你们 就没有想过要你们还 竟然是他 今夏还沉浸在震惊中的时候 老言已经拨通了路易的手机号码 路易 我已经送今夏到学校了 你这下可以放心了 老言把手机递给今夏 今夏 你和他说几句 今夏尴尬地连连后退 摆着手道 别 你说吧 今夏害羞了 不好意思和你说 他刚和我抱怨 你把他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他都难过了好久 你赶紧加回去 不要动不动删除别人的联系方式 这样太幼稚 今夏服额 他什么时候说自己难过好久了 他也是服了老言添油加醋的功力 老言朝他挤挤眼睛 低声道 和路易说几句吗 今夏只好接过电话 轻轻喂了一声 喂 听老言说 你今天很忙 嗯 爸妈过去的老同事和学生 来家里做客 我得给他们烧饭 陪他们聊会天 路易电话那头 确实十分热闹 还能听到油烟机工作的声音 那你先忙 今夏正要挂电话 路易又开口了 我已经加回你的联系方式了 就像老言说的 我确实太幼稚了 没什么幼稚不幼稚的 我那时确实有点过分 说了一些伤害你的话 我后来想想 其实有点 后悔 今夏说着 还有些难为情 尤其是老言还在一旁 一脸八卦的听着他们的对话 路易轻笑 都过去了 电话那头 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我这边有事 先挂了 好 今夏将手机还给老言 他轻轻咳了一声 别开脸 生起了几分别扭的喜悦 老言 谢谢你了 他这是真心话 谢时吗 应该的 以后两人结了婚 让他做主桌就好 谢谢你了